大家好,最近的天气一天比一天热了 今天为大家分享一道特别适合夏天喝的丝瓜三鲜汤 按照这个做法,做出来的丝瓜汤,汤鲜味美又营养 清淡不油腻,做法简单易学,一圈三连请我关注 今天从地里摘了两根不老不嫩的丝瓜 先用刮皮刀把丝瓜的外皮削掉 夏天我们的体质爱出汗,多吃点丝瓜,补水又营养 丝瓜皮削掉之后,切头去纹 改刀再把丝瓜切成滚刀块 下面把切好的丝瓜放到油水的盆里面 接着放入适量的食用盐 再放几滴白醋 放入食用盐和白醋搅拌均匀 这样能防止丝瓜氧化变黑 放一旁给它浸泡五分钟 下面去菜市场买了五块钱新鲜的大虾 先把虾头虾馅取出来 再把虾皮全部给它剥干净 像这样一个新鲜的虾肉就完整的取出来了 取出来的虾仁洗干净放到盘中备用 下面准备一把海鲜菇,洗干净 切成小碗 切好,装盘备用 再准备点小料 四个小葱,洗干净,切成小碗 大姜一块儿 先切成片,最后切成姜丝 切好以后,装盘备用 然后准备一个小碗,打入三个漂亮的公鸡蛋 另起锅倒油,先把锅端起来划一下 热油,把鸡蛋倒进来 用个铲子,把蛋黄给它扎破 把底面煎至定型,煎至金黄 用铲子把它翻到六一面 这个鸡蛋饼要煎老一点,煎至金黄 这样吃着才更香 鸡蛋饼两面都煎至金黄,盛出来 放到案板上,切成长条 最后再切成小方块 装盘备用 另起锅,用煎鸡蛋的底油倒入小料,炒出香味 炒香后,把丝瓜捞出来,放进来 先把丝瓜里面的水分淘出来 这样丝瓜吃起来更加的清香 这一步也非常的专件 直接往里面倒入200度的开水 鸡蛋饼放进来 粉仙菇和虾仁 先把它们搅拌的晕晕晕晕的 盖上盖子炖一分钟 把鸡蛋的香味激发出来 炖好之后 大家看一下,这个汤又稠又白 特别的清香 下面根据自己的口味来添加食用盐 鸡精 少来点胡椒粉 搅拌均匀 把上面的敷沫给它撇干净 这样炖的丝瓜汤喝起来一点都不油腻 为了让这道汤炖出来更加的完美 再放入几个漂亮的枸杞 再撒入几个心感的小葱花 美味鸡成 看着就一定好喝 一道非常好吃的三鲜丝瓜汤就制造完成 单上桌就可以和家人美美的享用了 这样做的丝瓜三鲜汤 汤鲜味美 营养丰富 清淡又健康 就连家里有挑食的孩子也能喝上两大碗 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做给家人尝尝 好了 今天的美食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大家感觉我做的不错 请点赞收藏 转发出去 让更多的家人都能学会这个做法 非常感谢家人的观看与支持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